今天我們在直播室請到聯合國難民署的贊助人 也是林建宗曉陽慈善基金會的創辦人 林建宗博士來到直播室 跟我們談談和前蘇聯總理戈爾巴喬夫的親身交往 早安林博士 早安林博士 早安 戈爾巴喬夫的去世 當然他年紀也有那麼多 但去世的消息都霸佔了國際版面 91歲 當然馬上回顧政治生涯的高峰 冷戰時候結束了中蘇的衝突 但林建宗博士是怎樣跟戈爾巴喬夫有一個親身的交往 其實都幾有緣 因為我應該是2020年1月31日跟他見面 但由於我本身是香港國際創辦學會的會員 已經七五年到現在 我們的會長是我們人生師長 前年大座先生跟他做了一本對談錄 跟戈爾巴喬夫做了一本對談錄 在國際戰基金30年前成立 其實我也見過很多人吃過飯、對話 包括基辛格、布殊總統、很多人 比如貝利亞、通尼比爾兩夫婦 但我覺得作為結束冷戰 作為避美一場世界的核戰 一個這麼重要的政治家 他的歷史地位是無容置疑的 我在2020年 我想是三年前 我想是一百年開始 我已經不斷寫電郵給他的基金會 就要求見面 甚至說我願意贊助他的基金活動 都完全是沒有回覆的 我2019年 因為我本身是中和友好協會的名譽理事 2019年就慶祝中和建交70周年 我們有一個訪問團 我去了莫斯科 我拿了一個獎 俄中友誼貢獻獎 我把我的履歷 還有我拿了 我的履歷 還有我拿了 我們慈年大作先生和他對談六幾億文版 這樣就交了 其實我只是去過Foundation門口 按門鐘 按門鐘 希望他會簽名 但門口就收了 我們儘管跟你付 每天都會有很多這些人 你真的要敲門 是呀 按門鐘 所以很多人都問我 是誰安排我沒有 去到哪個轉折點 去到哪個轉折點 去到最後接見你 我猜是因為我的履歷 因為我的慈善基金 成績了30年 我本著我們香港國際創辦學會的宗旨 我們在和平教育文化 我是不停地做的 我想他真是 現在很方便 因為我的基金也有一個網站 www.namkinjong.com 看到我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他真的簽了名本書 因為當時我拜託莫斯科大學 跟我跟進行 交給莫斯科大學的一個女學生 她通知我 我到隔了幾個月 我又去莫斯科 2001月 其實我先去聖彼得堡 我去聖彼得堡 拜託東宮的博物館 接著就去莫斯科 我停一個禮拜 我去拿了一本書 他有一個職員 不是職員 是他的顧問 就見我 他說 我看看可不可以見到 郭爾巴喬堡先生 他說 因為他的身體不太好 他都不是經常出來的 他說 你就等電話 如果可以 我就通知你 我記得我是星期六 星期五 上午 就收到他的advisor的電話 龜爾巴喬堡先生 今天下午四點半 可以有些時間電禮 你過來 他說 非常之 很開心 我就去了 我原本也是想著 坦白說 打卡的心態 可能拍照大家看過 阿秀拍照 大家看過 可以像粉絲一樣 對 像粉絲一樣 可能只是五分鐘 十分鐘 頂籠 尤其是他說他身體不好 最後跟他聊了多久 我們聊了七十分鐘 過幾小時的時間 因為我記得 開始的時候 我拜託他的顧問 幫他們拍照 我也問他 可不可以給我拍照 他答得很好的 他說 林先生我雖然是第一次見你 但我的感覺是 我要認識你很久 請隨便拍照 那就開始了 我們七十分鐘的會談 我想 會談的內容 其實集中主要說些什麼 會談的內容 其實都說了很多 七十分鐘可以說很久 很多事情 因為譬如 我又會 聽他說話多 譬如我問過他 如果歷史回頭 他會不會後悔 東修德統一 他會不會後悔 沒有派軍隊去東德呢 他回答我 他走過來 他仍然會這樣做 他說他是基於人民的意願 他說 如果東德的人 願意回到西德 他覺得他不應該去干預 還有他跟我說 當時英國和法國 其實在德國的統一立場 他們是比較 其實是 不太支持的 當然 德國強大 統一就 可能在大國博弈之中 一個統一的德國 其實 對其他國家的威脅 可能是有些想法 所以我覺得 如果沒有德國統一 其實也不會有今天歐盟的發展 但是聊聊聊 為什麼戈爾巴喬夫 又會授權給你幫忙 將他的回憶錄 林敬宗博士很好的 拿了本給我們 在宇治博室 就是戈爾巴喬夫的冷戰回憶錄 為什麼他又會授權 那個時代 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了解 為什麼他會授權給你呢 中文版 其實我都很詫異 因為 其實我都是支持 我的宗旨 跟我們自己 香港國際副學會的宗旨 和平教育文化 很多文化項目都有支持 例如最近香港書展 我都支持了一系列的講座 所以出版的書籍 其實我都會出很多 尤其是一些比較冷滿的 未必有銷路的 好像五號水聰 我和桂倩林 出的那些套路飯研究 有學術地位 但是我都會出的 所以我也嘗試 找了他幾本書 我嘗試問 他可不可以幫他出中文呢 他都回覆過我幾封信 他參筆簽名 他說 都是授權給我出 我覺得他和我真是一見如故 人和容的信任 有時候都是一種第六感覺 一種緣份的感覺 直覺 直覺和你認識了很久 阿龍博士 其實你自己覺得 當地的影響情況是怎樣呢 現在又說普京不會出席 實際情況 對於當地的局勢 或整個政局有什麼影響 我自己的習班 起事我不一定出席 可能禮到人不到 但是如果霸市 送朋友最後的一程 我覺得 我覺得 是對朋友真正的尊敬 最真實的 那個表示 今個星期六 他那個就是 葬禮 我都說不及去 因為現在 都不容易 現在去俄羅斯 要是坐Ettihan 在中東轉機 在阿布達米 要是坐土耳其航空 在伊斯坦布 今個星期六 我就說不及去 他就會在莫斯科聯盟工 那個縣柱大廳舉行 是的 但是我是會去的 因為 其實原本都預了去的 有時候 可能美夢中也有些安排 因為9月20日 是他的亡妻 雷沙的世世日 每年9月20日 他都會去他 磨車的墳前獻花 他跟他看的感情是很好的 非常好的 原本是 定了9月20日 我會去的 如果他身體健康許可 他一定會去的 所以 當年世事 很難說 想不到今次去 是跟他兩個獻花 即送別他 是的 我覺得 這個 他真誠待我 我覺得 一定 要 一定 都要到 我見林健中博士 除了跟 郭業家庭夫 有私交之外 在很多國際慈善活動 都有很多幫忙 最近 周秋漢都頒了一個 第一屆的全球結出華人社團領袖獎給你 其實在 俄烏戰爭爆發之後 今年 聯合國的難民處 你有沒有支援過 烏克蘭的難民 其實 在俄烏戰爭2月24日爆發 我三月頭 已經即時 響應 聯合國難民處 我捐了25萬美元 援助烏克蘭的難民危機 我本身 這個捐款 完全沒有任何政治或考量 因為 即是人道立場 是的 基於我們 創教學會 我們慈善大佐先生 那個 和平主義 這樣 就 人道立場 我覺得任何難民 都應該是值得 值得 值得援助 是的 那麼 在這麼多年 你參加一些 國際慈善活動 裡面 有什麼 特別的經驗 即是聯合國難民處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你支援他們的角色 其實 可以說 我最初參加 國際慈善活動 通過北京 中國人民對我友好協會 我 2004年 我已經認識了 當時的會長 陳浩蘇先生 他是我們 顧陳藝元帥的大兒子 大兒子 還有 李小林女士 他就是以前 我們國家主席 李鮮念的女兒 他兩個 我們是2003 2004年 已經認識了 也加入了中國和平友好發展基金會 開始 我通過這個組織 做了很多中日友好 還有很多不同的國家的交往 所以有這樣的平台 也都令到我 打開眼界 接觸到很多 自己 是不會接觸到的層面 因為 以中國人民對我友好協會的名義 訪問 很多時候 是慶祝了 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見交活動 我也是積極參與 所以我本身都是中國東盟友好協會 中國伊朗 中國巴基斯坦 中國中亞 中國俄羅斯友好協會的理事 講到巴基斯坦 最近他們都是紅災 紅災都很嚴重 你是中國巴基斯坦友好協會的成員 有什麼呼籲 或者有什麼支援 因為我覺得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巴基斯坦的人 我今天早上來到這裡 我要送禮 不過新城就不用送了 新城就藏西大 我會響應 希望大家聽眾 響應捐款給聯合國難民處 我今天早上 我想從小開始 金額就是三萬元港幣 如果大家聽眾 捐款給聯合國難民處的時候 就寫明是巴基斯坦 或者因為聽了新城電台的節目 我希望十萬元就 就配對十萬元 做個配對的捐款 聽眾我們合起來捐到十萬元 你就捐多十萬元 就是這樣 我們一起幫聯合國難民處 在巴基斯坦的紅災 照顧災民 有錢出錢 幫助是有需要的 一起關注我們的鄰邦 今天因為時間所限 還想繼續聽林先生說的故事 或者我們off mic之後再跟他聊聊 多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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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